艾朗 害怕了 牵着我的手 我不怕 你看你在我身边 翻腾得跟只小兔子一样 我还能睡得着吗 诶 我们应该因采师教 开设一些使用课程 满足实际需要 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 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林老师 听说你们女校 超不到学生啊 这才没几天呢 以后会好的 以后 我看你是异想天开 你现在 上一帮穷人家的女孩子去读书 他们的心思 根本只想着如何维持生计 这读书 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别说他们了 就连那些富人家的女孩们 都想嫁个门当户对的 待在屋子里面当阔太太 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 所以女人几千年来 都做了男人的附庸和奴隶 别说主子和丫鬟了 就连夫妻 也有多少真正的平等 要打破这样的禁锢 就是要从女子教育入手 行 那你所谓的平等 到底是什么 是独立 有了文化 女子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实现经济的独立 一切开销都可以花自己的钱 不用卑躬屈膝 看人脸色 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被抛弃了 就一无所有 其二 就是精神独立 有了文化 女子 会懂得自己 不是男人的陪衬和附属 不用把自己摆在 卑躬屈膝的位置 才会更努力地 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前进 照你这么说 那现在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 当然有了 我们中国就有唐群英 邱锦 她们金国不让须眉 大胆参与推翻帝制 建立民国 就说线下 金陵女子大学的王明珍同学 对统计物理学 就有了深入的研究 国外呢 还有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 她在我们还是亲王朝的时候 就两度获得诺贝尔奖 还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她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 她一个人啊 就挽救了无数战争中的伤员 这些女性 都是我们新女性最好的表率 那你的意思是 你去教她们读书 她们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我当然没有这么厉害了 骄傲也只能是教一些皮毛 不过我希望 我们国家能有更多这样 意义生辉的女性 这也是女性所在的意义啊 哪怕只有一个女学生 也是值得的